在这边还要我们找angle between 0 跟 2π 所以我们知道呢我的 answer 是要 in gradient 如果他说 0 到 360 的话我就 in degree 啦 然后这边他又有 sin 又有 cos 一个 4 在前面的时候呢 我就要心里想到的就是说 我的那一个 2 sin x cos x 会是等于 sin 2 x 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的前面应该会变成 2 我要怎样把我前面变成 2呢 我左边除 2 右边除 2 然后他就会变成 2 sin x 减 pi 然后 cos x 减 pi 然后等于 120 所以这个会变成 sin 2 挂弧 x 减 pi OK 2 挂弧 x 减 pi 然后等于 120 所以我的这边的这一个我就有 basic angle 等于 arc sin 然后 120 arx sin 120是 30度 我们在计算机这一边我自己有背上来了 arx sin 120是 30度 所以我的 basic angle是 30度 所以我的这一边呢 30度呢 他其实是 pi per 6 OK 因为他这一个就有 30度除以 180度再乘以 pi 所以我拿到的是 pi per 6 所以我的这一个 2挂弧 x 减 pi呢 他会是等于我们的 astc 然后 sign positive是这两个 所以他这一边呢 他这一个会是 呃 什么 pi per 6 然后过后呢 他还有的 那一个这一个是 data 这个是百八减 delta 也就是 pi 减 delta pi 减 pi per 6 然后 6 per 6 减这个就变成 5 pi per 6 然后接着呢 呃 呃 接着在这一边我的 pi per 6 加 2 pi ok 然后他会变成 13 pi per 6 ok 然后他会变成 13 pi per 6 然后还有我的这个 5 pi per 6 加 2 pi 然后 12 17 pi per 6 ok 然后全部一起除 2 然后 x 减 pi 会是变成 pi per 12 5 pi per 12 然后 13 pi per 12 17 pi per 12 就是说我在这一边的时候除 2 然后接着呢 全部再加 pi 所以我全部加 pi的时候呢 他就会变成 呃 pi per 12 加 pi 然后 5 pi per 12 加 pi 然后 13 pi per 12 加 pi 然后 17 pi per 12 加 pi 然后这一个会变成 13 pi per 12 然后这一个呢 加12就17 pi per 12 加12就25 per 12 然后加12的时候他会变成 29 pi per 12 ok 所以 呃 24 这一个我要 reject ok 2 pi 2 pi 因为他这一个大过2 pi了 大过2 pi了 所以我们有37 pi per 12 所以我们有37 25 还有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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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er 12 我的29 除12的话 这一个应该是 2 点多 pi ok 2点多 pi 然后 这个25 per 12 25 per 12 25 per 12 25 per 12也是 2点多 pi 这个也应该要rejected ok 因为他大过2 pi了 你看我的25 per 12 你看我的25 per 12 再乘180度 然后我拿到的是 375度 呃 已经超过360度了 嗯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他的 x 这这两个我觉得这两个要rejected 我觉得这两个要rejected 我觉得这两个要rejected 然后我觉得这两个要rejected ok ok 因为这一个呢 他是 什么 375 ok 然后 29 per 12的时候呢 这个是 呃 435度 ok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应该要rejected 因为他超过2拍了 ok